盼望的话语带有极大的能力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萨加利亚书第二章 萨加利亚书是小先知书里篇幅最长 也最完整呈现弥赛亚的一卷书 保持耐心读下去 你就会越来越明白天父的救恩计划 天父要告诉所有的百姓们 最终他必纪念自己与以色列所立的有约 上我们一起来读萨加利亚书第二章 萨加利亚书第二章 我又举目观看 建议人手拿准绳 我说 你往哪里去 他对我说 要去量耶路撒冷 看有多宽多长 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 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 对他说 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 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好像无城墙的乡村 因为人民和深处甚多 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耶和华说 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 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米纳 应当逃脱 万君之耶和华说 在显出荣耀之后 拆遣我去惩罚那 掳掠你们的列国 摸你们的 就是摸他眼中的铜人 看啊 我要向他们抡手 他们就必做服侍 他们之人的鲁物 你们便知道 万君之耶和华拆遣我了 西安城啊 应当欢乐歌唱 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时 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 做他的子民 他要住在你中间 你就知道万君之耶和华 拆遣我到你那里去了 耶和华必收回犹大 做他圣地的份 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 凡有血气的 都当在耶和华面前 静默无声 因为他兴起 从圣所出来了 先知说 那时 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 做他的子民 他要住在你中间 你就知道 万君之耶和华 拆遣我到你那里去了 这预言了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国家和百姓 都回转向他 而他也要真实地 住在我们中间 和我们同在 而耶路撒冷 也就是圣城所在的地方 撒加利亚先知的信息 点燃了当时百姓的心 更加活热地 投入在重建圣殿的工作上 因为现在他们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要迎接将来的荣耀 亲爱的朋友 要点燃一个人的心 就要让他先看见目标 无论是职场团队 还是家庭 都鼓励你 将盼望放进队友们的心中吧 相信 当你的团队 有了值得期待的目标 就能一起活热地 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智慧与能力 常以充满盼望的话语 来激励我的团队 和家庭一起前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充满盼望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